台北新一區可能很快又會有一家米其林餐廳了 主廚兼老闆的林明健呢 他的兩家餐廳是分別獲得了 2018年的台北米其林一星以及餐盤推薦 而現在他砸下3000萬 要開第三家店主打原木燒烤料理 來在澳洲的和牛牛小排 撒上猶太鹽和黑胡椒 不用過多調味就能放上烤台 大火燒烤先讓表層焦脆 並反覆塗上香草奶油醬 來火五六次低溫烤半個小時 終於呈現三分熟完美肉質 擺盤時再用迷別香炙燒 振振香氣撲筆而來 他油花分布滿均勻的 他單吃就很好吃了 他沾一點魚露奶油就會有一種辣辣的感覺 另外還有每天從基隆和東部漁港 直送的現流魚貨 由於肉質夠新鮮 這條國光魚同樣使用炭火燒烤 上桌時再擠上檸檬汁 讓人胃口大開 魚肉吃起來非常的軟嫩 然後有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外面烤得很酥脆 魚鰭的部分你咬下去 也是可以直接吃進去的 這家主打原木燒烤的餐廳 主廚兼老闆的林明健 此理大有來頭 手上兩家餐廳分別獲得 2018台北米其林一星和米其林餐盤推薦 如今砸下3000萬再開第三家店 選在信義區百貨插旗 還從美國引進造價百萬的特製烤爐 並使用台南龍眼目 但就算已經入行20年 林明健坦言 他也曾經把食材烤壞過 失敗就是你下一個成功的開始 你不可能每一個人做任何實驗 一開始就是成功 但是我覺得我們怎麼樣去 你考教以後 最主要是我覺得你要知道什麼原因 下一次的話 你可以吸收這些經驗 你可以做得更好 從失敗當中 理出自己的烹調哲學 來自香港的林明健 其實學生史念的是日文系 由於父親是中餐廚師 耳濡目染之下 他就定休學往大廚之路邁進 在巴黎和紐約的米其林餐廳歷練過 就連紅乾生魚片 現在這裡也吃得到 但裡頭加了羅旺子醬汁和蓮霧丁 融合多國元素 其實現在我去創作一個料理的話 我不會想太多是 我要做什麼樣的料理 或是我要做什麼 哪一個國家的料理 我希望呈現的是我的料理 而在朋友介紹下 林明健認識了 來自荷蘭的甜點主廚Johnny 同樣在米其林餐廳工作過 兩人裡面一拍即合 甜點融入了在地食材 胡瓜果搭配蜜子葡萄柚 每一口都有驚喜 其實我覺得吃這個甜品 它不會像歐美的點心一樣 這樣的甜 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旁邊那個冰淇淋 是好像也是用胡瓜果去做的 現在餐廳雖然有米其林光環 但兩位大廚仍是戰戰兢兢 希望讓每位顧客都留下深刻影響 東正閃營請我蔡佑大白天華 陪伯道 我想看看 這個uri道 還有他們是一家中提供的 招牌 鈴在 都差了